来 看男嘉宾第二个狗屏 一起来看 我有一个像天龙八步里 段王爷那样的父亲 但是唯独和他不一样的是 他没有得给我留下一个妹妹 他在我五岁的时候 和我母亲离异 他有过五段感情经历 结过三次婚 我记得在我六岁的时候 他在河边打鱼 我也在 他因为回家求往的时候 把我一个人弄在河边的 当时我感觉 如果是我 我不会把我的一个 六岁的孩子 愣在河边 二十多年 我只出过一个女朋友 也是一个甜美 有着痛苦的经历 我俩在一起 三年多 我俩是在网上认识的 他学习非常优秀 看这三本书 看上面的标语 就知道他学习 非常运行非常好 因为为了和我在一起 他辍学了 他家里也不同意 然后他和我私奔了 我俩在一起 成家 但是这两家 运气非常不好 没挣到钱 一点安全感也没有 后来 我感觉 他 不是个在农村里待着 然后 分手了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一个真正完整的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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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非得换上啊 分手了就是分手了 因为我爱过的 所以不能把它忘掉 说明我还算有良心 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接下来进入一个环节 爱咋咋的 四号 霍南 你爱情爱爱 我想跟你谈恋爱 买动情歌又以我愿意 买上改革回家去 我最开始看你第一眼就很有演员 而且经过刚才的交流 感觉你我很适合 我绝对会给你一个不分手的恋爱 我灭灯的原因也是因为 就是你那个耳扣啊耳环啊 而且你短片里还看到了你 你是初恋女友的课本啊 那么多年你一直留着 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 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我喜欢的东西一定要是我的 不可以有任何别人的东西 就是你给我的 如果你也给了别人 我是不要的 那是他以前的东西 我不可能说直接把它扔掉 但是我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我应该你一个大伙人在我面前 我不可能说再去想起他了 还是不好意思 谢谢 实话实说 每一个男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女人 如果你的新任女友 没有强大到足以占据 原来这个前任女友的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只能说 前任的力量太强大 可是你现在可以做的是 先把这位置腾出来 给下一任新任女友 把这个位置给她腾出来 今天如果放下了 大帅 你可以把这个耳口自己摘下来 4号帮我摘下好了 好吧 这个耳口对你来说 是太有纪念意义的一样东西 你可以永远地保存着 今天让你在这摘下这个耳口 是想告诉给所有看电视的姑娘们 大帅放下了 而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关于这个耳口的故事 是想让所有关心你的人知道 大帅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别看今天灭了几盏灯 别管灭灯的原因 是因为耳口也好 还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也好 我觉得这一刻 大帅你成功了 准备迎接自己新的爱情了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掌声送给小伙子 加油 小伙子 我爱的人 你是我的爱人 2 2